我是覺得夫妻間 一定是要有那個 性來維持嘛 可是他現在就是 太太爭執狼虎之年 我現在 我現在60歲了 沒體力還可以靠技術啊 可是你又把他看 對不對 你是說舞子的那個技術嗎 不管哪一方面還可以靠技術 低調一點 你是反對的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先生大我15歲 我覺得他 我覺得溝通上跟思想上 有很大的差距 因為 在我們談年代的時候 跟他出去 他朋友剛開始看到會覺得說 你是帶你女兒出門嗎 當然我是非常高興 因為我還很年輕 可是他會受傷 當小孩子上幼稚園的時候 幼稚園老師問他 今天是阿公帶他來上課的嗎 這個差距就很大 那我跟他出門的時候 他會要求我說 你不要穿迷你裙 不要穿得太普遍 就是一定要穿長裙 而且我爸媽媽 他從來 他們兩老不管我的門禁 可是我先生管我的門禁 晚上出門 不能在10點過後回家 一定要在10點以前回家 那你們兩個這段 為什麼當初會結合呢 當時我是被戀愛沖昏了頭 就跟十四號那個同學一樣 不會考慮任何東西 有 我考慮很多 我覺得這是溝通上的問題 對 我覺得這不是兩個年齡上面的差距 可是當你們還沒碰到的時候 你們是完全不會發現這個問題的 那我請問一下 除了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更大的困難 在你的生活裡面現在 因為他在50歲的時候 有小中風過 所以說 讓我覺得 在當下我是覺得說 我們家的大掌櫃 萬一消失了 我又沒有經濟能力 那我擔心的是這裡 而且我女兒當時還很小 所以 這是重點 然後 講一句就是說 她現在是57嘛 可能那個體力也不是很好的 所以還是 主要還是體力的問題 我是覺得夫妻間 一定是要有那個 性來維持 可是她現在就是 太太真值狼虎之年 我現在 我現在60歲了 沒體力還可以靠技術 可是沒有辦法看 對不對 你是說 五指的那個技術嗎 不管哪一方面 還可以靠技術 對 低調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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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她的心態就是 沒有你像牛爸那麼年輕話 她不會去靠技術 可是我又不能上她的心啊 當你需求的時候 你只能在那邊 牛爸你不要借我人家的瞎櫃 對啊 牛爸你那個眼神怪怪 總而言之 你的個人生活經驗 發覺就是 難道你們這個觀念的差距 在你們談戀愛的時候 你們談戀愛的時候 完全沒有發現嗎 完全沒有發現 我完全沒有發現 然後傅民也 沒有站在反對立場 所以我這一段 戀情談下來 是很順利的 是當我步入婚姻 才慢慢的發現 還是有很大的問題存在 是很大的問題